大家好平安 我是黃中尼醫師 現在每一次生小孩的爸爸媽媽 一定都會拿到這一本 寶寶手冊 這個要後製 那配合寶寶手冊裡面有一張黃卡 那就是我們各式各樣的疫苗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三個知識點 第一個就是 到底這些黃卡上的疫苗為什麼要公費 為什麼政府要幫我們出錢打 第二個也就是有沒有哪一些自費的疫苗 不在這黃卡上需要我們自己家長去注意去問的 第三也就是現在疫情期間比較少 但過去有很多時候我在門診會被問到 因為家長可能兩岸做生意 那兩岸往返 常常在那邊打的疫苗 到這邊那個兩個名詞對不太起來 那怎麼樣去銜接 那今天這一集影片會告訴大家 看到這個黃卡上面各式各樣的公費疫苗 你會不會覺得很好奇 就是這些疫苗為什麼政府要花那麼多錢 然後讓我們每一個小朋友接種呢 其實因為大家都知道 政府的醫療支出已經非常緊縮了 然後健保也每年都在虧錢 可是這一筆醫療支出就越來越多 以前十幾年前好多疫苗 可能都要自己掏腰包 現在肺炎臉球菌也可以公費 然後還有這個A型肝炎疫苗也公費 各式各樣的疫苗都公費 其實這個背後是有原因的 今天我們要介紹這個詞就是 聽起來這幾個字好像很專業 但其實沒有 這公共衛生的學家或流行病學的專家 要把這個疫苗放入公費 其實就是幾個字就是划不划算 今天如果一個小孩得到這個疾病 他的住院支出會多少 那如果說今天疫苗比他便宜 那這樣就划算對不對 我們每個小朋友都打了疫苗之後 他就不會因為這樣住院 那麼國家健保的這個醫療支出就會下降 而且不只是算這個住院的支出 在這個計算當中也會把間接的支出 比如說爸爸媽媽照顧小朋友 他要請假 那請假的公費要不要算進去呢 等等等等 在每一個人民的產值上面 統括算起來 這就是划不划算 最後會給大家一個數字 當然啦你說這樣太勢力了 人命又不是用金錢來算沒有錯 所以有些疫苗不會算得這麼斤斤計較 更重要的是這個疾病如果會死亡 那麼每一條命都是無價的 在這樣的一個概念之下 我們可以知道寶寶手冊裡面 大概有分三大類的公費疫苗 政府幫你出錢 第一大類就是這些疾病 目前你已經看不太到了 可是他以前啊 古時候傳染力非常強 那我們在台灣希望能夠完完全全的根除 不要讓一根火苗在台灣點燃 那這類的疾病就包括了 比如小兒麻痺啊 麻疹啊等等的 你會發現以前在其他的國家 就因為這類的疫苗 大家愛打不打的 結果一個境外移入的麻疹 哇整個國家就變得 旅遊的黃燈 這些疫苗通常歷史都非常的悠久 從我小的時候就打過 像這個什麼三合一裡面的 白猴白日殼啊 還有小兒麻痺等等 像小兒麻痺跟麻疹 是我們希望能夠藉由疫苗 能夠把它從地球上根除的 就是從天花 小兒麻痺 然後再加上麻疹 是我們期待未來可以達到的 那第二類的公費疫苗就是你見過的 就正在流行的 身邊有朋友得過的 那這些的疾病傳染力也很強 那如果今天有一個大規模的流行這個病房就全部都是這類的小孩子生病住院 這個就是像輪狀病毒 像流感病毒 你聽過對不對 身邊可能有朋友得過 你知道我以前啊 我當住院醫師的時候 還是年輕的菜鳥醫師 那時候沒有輪狀病毒疫苗 如果在這種冬天的時刻 整個病房大概有一半都是在 然後在拉肚子 全部都是輪狀病毒 所以那個時候 病房真的是一床難求 誒 自從有了疫苗之後 你還是會聽過這個疾病大概不太可能根除 流感也不可能根除 輪狀病毒大概也不可能根除 但是可以把那個整個醫療的支出下降 那爸爸媽媽也不會因為你的孩子得到這些疾病 必須要請假照顧他 然後讓你這個在生活上面造成各式各樣的困擾 那這類的疫苗 除了剛才講輪狀病毒疫苗 流感病毒也包括水痘 這大概這幾個 那第三種疫苗會放在公費裡面 就是疾病的致死率很高 或重症率很高 最有名的就是肺炎鏈球菌疫苗 一樣要講古時候 我們當菜鳥醫生的時候 沒有肺炎鏈球菌疫苗 就那個時候 冬天那個嚴重的肺炎 幾乎每一個月我都會有小朋友 因為這樣住到加護病房 結果現在大家都打了公費的 肺炎鏈球菌疫苗之後 那個住進加護病房的肺炎 少之又少 但是你還是聽過 也就是這個疾病 還是存留在我們社會當中 但是因為疫苗 可以讓這些重症跟死亡的病率降到非常低 還有其他例子像日本腦炎 日本腦炎大部分人得了都沒有症狀 但是一旦有症狀的那個孩子 他可能就會很嚴重 五合一裡面有一個B型視覺感菌 也是一樣 還有今年上的這個腦膜炎雙球菌的疫苗 在我之前的影片有做過 這個都是你沒有碰到就沒有碰到 但一碰到就非常的慘 那這個這一類的疫苗 已經有大部分都進入到公費 那是腦膜炎雙球菌這支疫苗 目前才剛上市 所以還沒有進入到公費 也是未來或許有一天可以達成的目標 當然啦 我們就講到我們的老話題了 所以新冠疫苗為什麼對老人家這麼重要 剛才講三種對不對 新冠疫苗就對老人家符合兩種 他傳染力又強 然後你一定聽過這樣的疾病 而且得到之後他就得住院 然後重症致死率又高 所以新冠疫苗對老人家是符合剛才三項裡面的兩項了 這麼重要的疫苗老人家真的一定要打 長輩一定要打 這是我們今天要特別提醒家中的長輩 趕快去打第三劑的新冠病毒疫苗 那今天這是第一部分讓大家了解一下 我們這個黃卡上面的公費疫苗來源 是因為曾經做過這種疫苗 藥物的經濟學去計算過的結果 比較划算比較省錢 對我們國家的經濟 自己對家長的荷包都是好處 那第二個 還有沒有哪些漏網之餘是自費的疫苗 我們需要接種的 剛才我已經提到了這個腦膜炎雙球菌的疫苗 現在很多的醫療院所都已經可以接種了 這個是自費的 那另外一個自費就是倫狀病毒的疫苗 最近有另外一支跟倫狀病毒很像的 諾羅病毒正在流行 所以現在病房住的都是諾羅病毒 不過諾羅病毒的嚴重度跟倫狀病毒還是有差 以前倫狀病毒的孩子一住院大概四天五天跑不掉 那你想想看一個孩子如果住院四到五天 假設你有這個單人房 或雙人房 就算健保房也是國家幫你付的對不對 四天五天平均下來 你的醫療支出大概是兩萬三千六百台幣 這是有人計算過的 那加上你請假對不對 請假你的公史要算進去 這些照護 間接照護的成本 還有小朋友出院啊 拉了四五天 你會不會想買個好的東西補一補啊 那這些支出零零種加起來 根據計算大概是三萬台幣 所以如果你今天小的時候 曾經接種過 倫狀病毒疫苗用喝的 有補助的限制 你可能只要花三千四千塊左右 那沒有補助的限制 也不過五千六千塊左右 跟剛才講三萬台幣 你當然立刻就是那兩個字划算 所以為什麼倫狀病毒疫苗是自費 但是大家很值得 去來幫小朋友接種 另外還有一個自費的選項 是水痘的疫苗 第二劑 我們都知道第一劑的水痘疫苗是公費的 那第二劑大概在三四歲 四五歲左右 你就可以自費的 接種一劑水痘疫苗 那主要是因為 對國家來講 你如果打了一劑的水痘疫苗 大概你以後得到水痘 要重症住院的機率就很低了 所以對國家的 醫療支出來講 一劑水痘疫苗就已經划算 不過對爸爸媽媽來講 欸就不只這樣 因為打了一劑的水痘疫苗之後 你還是有可能小朋友會得水痘 只是比較輕微 或許不太需要住院 但是不需要住院 你還是得看病啊 而且如果今天醫生跟你說 你的孩子得到水痘很輕微 沒關係在家休息就可以在家休息 你就沒辦法去學校了 所以那一個禮拜你就得請假 安靜班也不用去了 那都是家長可能會面臨到的成本 所以第二劑水痘疫苗雖然是自費 但家長如果花了這個錢 就可以預防未來你的孩子 得到水痘的時候在家請假的費用 但醫療支出相信是非常低 因為醫生可能就看過 給你開個一些止癢的藥啊 大概就這樣而已 最後提醒還有一種族群的小朋友 一定要打第二劑的水痘疫苗 那就是有異味性皮膚炎的小孩 因為如果水痘流行 人家得的水痘是很輕微的 你因為有異味性皮膚炎 你的嚴重度就會比他們還要更高 所以今天跟大家介紹這三種自費的疫苗 第一個是腦膜炎雙球菌的疫苗 在我們之前的影片 有跟大家詳細介紹過這個疾病 大家可以回過頭去點閱來看 第二個就是倫狀病毒的疫苗 第三個就是第二劑的水痘疫苗 那最後一部分我們就來分享一下 兩岸的疫苗名稱的不同 如果大家有比較過中國大陸 香港或是澳門的這個公費的疫苗 然後再對對看你的黃卡 你就會覺得 吃在台灣真的太幸福了 因為我們公費疫苗 比人家多了一夜 真的是國家對我們兒童的這個 預防保健是非常的重視 那名詞上面其實有些猜得出來 我們這ABCD它是甲乙丙丁 比如說B肝 它們就是乙肝 這個大概猜得出來 那小兒麻痹 它們就翻譯叫 即髓灰止炎疫苗 所以叫即灰疫苗 即灰滅活 即灰檢毒 我覺得比較讓人家困擾的是日本腦炎 因為我們叫日本腦炎 它們翻譯叫乙腦 流行性乙型腦炎 就是甲乙丙丁的乙 那仔細去查 也沒有假腦 也沒有餅腦 就只有乙 所以 這的確有點困擾 日本腦炎疫苗是乙腦疫苗 還有更困擾的 就是 我們剛才提到這個自費的 腦膜炎雙球菌疫苗 它們叫做流腦疫苗 流行性腦脊髓膜炎疫苗 流腦疫苗 好了 問題來了 它們打的流腦疫苗 又跟我們剛才提到這個自費的 腦膜炎雙球菌疫苗 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雖然對付的是同一隻細菌 但它們對付的是A型跟C型 我們對付的是B型 那這個原因是因為我們兩岸 流行的這個腦膜炎雙球菌的形別不同 所以這個是沒有辦法互換的 也就是你在那邊打了流腦疫苗 你回到台灣 你可能還是得自費再接種 這個腦膜炎雙球菌疫苗 如果你希望能夠完全補齊的話 我想這個是我覺得兩岸名詞 最容易讓人家困擾的部分 那至於其他的疫苗 大概名字差不多的 我們就很容易對得上 那醫生都會幫你把關 只是你知道我們現在醫生 就是也是老花眼啊 然後看到那個字秘密嗎 小小然後要這樣一個一個對 一個一個照 所以對我們耳科醫師來講 也是一個蠻耗眼力 耗時間的一個工作 所以大家如果有基本的了解之後 你也可以幫醫生對對看 當我們把你在其他地方接種的疫苗 登陸在你的黃卡上面的時候 就比較能夠 確定沒有任何的出錯 那當然你在其他國家 不只是兩岸 如果其他國家的疫苗 需要跟台灣疫苗銜接 上面你可能有點困擾 都可以跟你的耳科醫師討論 比如說你在其他國家接種了 這一型的 疫苗 那在台灣沒有 那我是不是有其他型可以取代 事實上耳科醫師的訓練 都有包含到這一塊 疾管署也有很明確的網站 告訴我們哪些疫苗的間隔 要怎麼樣去拿捏 那範圍其實是很廣的 不是說你錯過了這一天 那你就來不及了 下輩子再來打這疫苗 不會有這種事情 相信在你的耳科醫師解釋之下 我們可以幫你的孩子的疫苗 能夠最後有一個很完整的解答 好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大家如果有任何問題 就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記得按讚訂閱跟分享 我黃聰靈醫師健康獎 我們下期再見了 拜拜